夏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我们可以享受阳光、沙滩和冰淇淋 但是,夏天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季节 因为夏天不仅有炎热的天气 还有许多讨厌的蚊子和苍蝇 它们不仅会嗡嗡叫 还会叮咬我们 给我们带来扫养和疼痛 甚至可能传播一些疾病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们在夏天享受清凉和舒适 而不受这些小虫子的困扰呢? 答案是有的 其实,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些植物 它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香气或者形态来驱赶 或者捕捉这些小虫子 这些植物不仅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文营的侵扰 还可以美化我们的环境 增添一些生机和活力 下面,我就为你介绍十种能让你远离文营的植物 它们都是夏日必备的好帮手 薄荷 薄荷是一种常见的香草植物 它有一种清新的薄荷味 可以用来做茶、饮料或者调味料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薄荷也是一种很好的蛆虫植物 它的香气可以让蚊子和苍蝇静而远之 而且,还可以缓解被盯咬后的扫痒感 你可以在阳台或者窗台上种一些薄荷 或者把它放在一个小盆里 随时移动到需要的地方 蛆蚊菊 蛆蚊菊是一种美丽的花卉植物 它有着黄色或者白色的花朵 可以装点你的花园或者房间 但是,蛆蚊菊不仅仅是一朵漂亮的花 它还有着强大的蛆虫功效 它还有一种叫做笔菊子的化合物 这种化合物可以干扰昆虫的神经系统 使它们无法靠近或者攻击你 你可以把屈蚊菊种在门口或者窗户附近 或者把它做成花环挂在墙上 猫薄荷 猫薄荷是一种非常受猫咪喜爱的植物 它可以让猫咪兴奋和放松 但是,对于蚊子和苍蝇来说 猫薄荷却是一种致命的敌人 猫薄荷还有一种叫做尼泊金泉的化合物 这种化合物可以抑制蚊子和苍蝇的感觉器官 让它们无法察觉你的存在 你可以在院子里种一些猫薄荷 或者把它放在一个喷雾瓶里 随时喷洒在你的身上或者周围 薰衣草 薰衣草是一种有着淡紫色花朵和名人香气的植物 它可以用来制作香水、香薰或者茶 但是,薰衣草也是一种有效的蛆虫植物 它的香气可以让蚊子和苍蝇远离你 而且还可以帮助你放松和入睡 你可以在卧室里摆放一些薰衣草 或者把它放在枕头下面 让你享受一个安静和舒适的夜晚 柠檬草 柠檬草是一种有着柠檬味的香草植物 它可以用来做菜、汤或者茶 但是,柠檬草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蛆虫植物 它含有一种叫做香茅犬的化合物 这种化合物可以让蚊子和苍蝇对你失去兴趣 你可以在厨房或者餐厅里种一些柠檬草 或者把它切碎放在一个小碗里 散发出清新的香气 罗勒 罗勒是一种常用的调味植物 它有着浓郁的香气和甘甜的味道 可以用来做沙拉、披萨或者意大利面 但是,罗勒也是一种很棒的蛆虫植物 它的香气可以让蚊子和苍蝇不敢靠近你 而且还可以提高你的食欲和消化 你可以在饭桌上摆放一些罗勒 或者把它捣碎涂在你的皮肤上 防止被叮咬 百里香 百里香是一种有着木质香气和辛辣味道的香草植物 它可以用来做肉类、汤类或者面包 但是,百里香也是一种有效的蛆虫植物 它还有一种叫做百里分的化合物 这种化合物可以杀死或者驱赶蚊子和苍蝇 你可以在花园里种一些百里香 或者把它煮成茶喝下去 增强你的免疫力 马鞭草 马鞭草是一种有着紫色花碎和清新香气的植物 它可以用来制作精油、茶或者花束 但是,马鞭草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蛆虫植物 它还有一种叫做马鞭素的化合物 这种化合物可以阻止蚊子和苍蝇的叮咬 而且还可以抗炎和抗菌 你可以在卫生间里摆放一些马鞭草 或者把它泡在水里洗澡 让你的皮肤更加柔滑和健康 金斩花 金斩花是一种有着金黄色花瓣和鲜艳色彩的植物 它可以用来制作药膏、油脂或者染料 但是,金斩花也是一种有效的蛆虫植物 它还有一种叫做金斩素的化合物 这种化合物可以让蚊子和苍蝇对你失去兴趣 而且还可以促进伤口愈合和消除疤痕 你可以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种一些金斩花 或者把它涂在你的皮肤上 保护你的皮肤免受伤害 石人花 石人花是一种有着奇特形态和惊人能力的植物 它可以用来捕捉和消化昆虫或者小动物 但是,石人花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蛆虫植物 它的形态可以吸引蚊子和苍蝇进入它的陷阱中 然后用它的消化液将它们溶解掉 你可以在窗户边或者桌子上摆放一些石人花 或者把它放在一个透明的罐子里 观察它的神奇过程 以上就是我为你介绍的十种能让你远离蚊营的植物 它们都是夏日必备的好帮手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 选择其中一种或者几种来种植或者使用 这样,你就可以在夏天享受清凉和舒适 而不受这些小虫子的困扰了 希望你喜欢这篇文章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 请随时告诉我 谢谢